如果政治人物他真的反彰 或者他对于劳工的团体 他就是有强烈的支持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讲出来就好 让支持你跟反对你的人 都能够信得过你 但是最可怕的是说一套做一套 而且最可怕的是 你原本支持的 只要国民党一支持 你就立刻反向 就成为了反对党 所以什么通通都反对 这个才更是可怕的 反对的那些的内容 以后我们会一样一样拿出来讲 让你知道就在许多莫名其妙 但是你不知道的反对的背后 其实重伤了中下阶层 尤其是劳工朋友们的权益 好 今天我们分两段 后面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跟商人的关系 反商嘛不如他跟商人关系 好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不过今天一开始 我们要来关心什么 我们要关心蔡英文 那蔡英文因为他已经是民进党的 2016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过去蔡英文不管是三只小猪 或者民进党过去给大家的刻板印象 认为他是跟弱势站在一起的 跟劳工是站在一起的 但是是吗 当蔡英文说 这个劳工的价放太多的时候 你认为那是偶尔失言吗 其实不是 长时间我们做简单的比较分析之后 你就知道谁是讲一套做一套的 好 那到底蔡英文说了什么 以及蔡英文的价放太多 在网路上面的反应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 我们把现场交给晚君欣欣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最近真的是形成忙党 非常的热闹 他不但要去接见这工商界的这些大佬们 同时他还要去迎接马英九的这一个热战 有关于两岸如何的维持现状 不过他最近的热门话题 可是他自己惹出来的 在上个礼拜五 他在张宾工业区跟厂商会谈的时候 他说出了一段 劳工的价实在放太多了 这一段话虽然在主流媒体当中 并没有特别的点出来讨论 但是在网路上的讨论声量可是非常大的 那么逼得他在两天之后 必须要在脸书上道歉 说这句话是失言了 不过你可以看出来 网友并不怎么买单 整个讨论的声量就骤降了 那么我们来看他这一个 劳工价太多的说法 网友们是如何的来讨论 简直是一面倒的痛批 35%的人认为蔡英文说话 真的就是见风转舵 见鬼说鬼话 见人说人话 23%的人批评他 漠视劳工权益 有13%的人认为 你是学起了柯P失言了吗 11%的人就说 他是跟马一九一样 不能够苦民所苦 好 到底蔡英文这一段 劳工的价太多了 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看他当天的录影 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我们再来一起来讨论 那至于就是说 这个选举到了 大家都惊惊 就是那个工时 工资 休假 都变成选举意义 这个老实讲 我真的也觉得台湾的价值 真的修太多了 蔡英文那一段话说 天啊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价 也修太多了 这一段话呢 其实因为当场 大部分的电视台 是没有在现场的 所以没有当天发酵 可是我跟妳讲 当天网络上就讨论翻了 可是蔡英文呢 硬是 叮叮 两天 沉默了两天之后呢 看到这张画面 上面 真是快昏了 各位看看他怎么牵托的 他说呢 前天在彰化参访工厂 然后呢 并听取当地中小企业的意见 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 以至于在回应时 没有完整表达我的想法 因此所造成的误解和争议 我愿意诚挚地表达歉意 我不太懂 这里面是谁不给他时间了 你看到他非常充容 豪诚以霞地说 我真的也觉得劳工价太多了 什么叫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应 怎么会一个人说话的反反复复 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啊 邱伟员 这完全是堪拖了 蔡英文要完整说她的想法 很简单嘛 蔡英文就是个标标准准的权贵 她根本不知道劳工疾苦为何物 蔡英文在扁政府的时候 是扁政府的新贵啊 从陆委会主委到行政院的副院长 中间有一段时间担任民进党的部分区委员 我请问你 你何时看到蔡英文为劳工争取到一丁点的福利 说得好 没有 没有 公时的问题是国民党提案 对 国民党提案 那时候每周才从四十八小时 中休二月 降到四十四小时 接着在国民党执政以后 又降到了四十小时 跟蔡英文有什么关系呢 蔡英文有帮劳工说过一句话吗 好 再谈到基本工资 蔡英文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 有帮劳工调高过基本工资吗 好 没有吗 一次都没有吗 没有 蔡英文没有 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任内 他没有帮劳工调高过基本工资 这个很容易 马政府七年已经调了五次 这个很容易引起无论 因为邱毅刚刚讲的 简单讲 民进党执政八年只调过一次 但是不在蔡英文担任行政院长 就是他快卸任 陈水扁快卸任前的时候 那个96年7月1号 张庆雄当行政院长 2007年的7月1号 才调过一次基本工资 所以蔡英文在当副院长期间 一次都没有调过 而且在当时讨论到 劳动三法调整的时候 因为劳工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他跟雇主之间权力结构不平衡 所以他们权益争取不到 台湾的劳工很可怜的 你不要叫蔡英文一样说他们嫁多 台湾劳工常常过劳死的 他当过劳以后发生工伤 而发生工伤的时候 跟雇主要去打劳资争议的时候 还求助无门啊 蔡英文有帮助劳工 讲过一句话吗 有帮助劳工去推动让劳工的权力 能够跟雇主之间平衡吗 好 我再讲最不要脸的是什么 他竟然讲到劳工派遣制 劳工派遣制 就是在民进党的任内 把劳工派遣制给落实 把劳工派遣制给扩大 蔡英文你有负过责任吗 你有负过责任吗 好 再谈到官场劳工 官场劳工不是被劳委会告吗 是谁告的 这劳委会主委陈局告的 李蔡英文有帮助官场劳工 讲过一句话吗 好 今天李蔡英文要去征总统的大位 说你到过头来 国民党做的你都反对 国民党做的你都抹黑 你工时也抹黑 基本工资也抹黑 然后派遣制度也抹黑 然后劳委会告官场劳工 你也抹黑 这就是蔡英文真正的意思 他真正的意思就是个权贵 他就是看不起劳工 他其实就是一个往权贵去靠拢 拥抱权贵的一个权贵之女 不过小董 我觉得这比较可怕的地方 是你会发现说 蔡英文在群众场合的时候都说 他们怎么帮劳工争取权益 然后就讲说那工时 要如何的把它缩短 可是当他碰到了 中小企业老板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那个每周工时四十小时 缩短为每周工时四十小时 那是国民党提案的 那跟我们无关 我们会有配套措施 那国民党才会推那个每周四十小时 真是可恶 然后接着就讲说 我也觉得台湾劳工休假太多 好 台湾劳工是不是休假太多 其实有人真的愤怒了这样 这个是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 其实他一向支持民进党 过去的记录来看的话 他说台湾劳工每年平均工时 两千一百四十小时 比日本是多五十天 比德国是多了九十四天 不是小时 是天 他说如果以国定假日来比较 法国一年有一百四十天 日本和德国是一百三十天 台湾是一百一十五天 刚刚这一些国家都已经是周休二日 只有台湾的劳工现在还是两周工作 八十四小时 所以有一周是要工作一天半的 然后一周可以周休两日 那他说法国人一年有二十天的特休假 台湾有些劳工连七天的特休假 都无法享用 这个叫做假太多 他现在虽然道歉 可是你知道他那个脱口而出的 那个心态会让人家觉得很可怕 他真的觉得我是老板 我也觉得你们假太多了 他说这句话之前前面还加了一句老实说 老实说 对对对 那个讲话的语气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啊对啊 老实说我认同你们 对就是非常认同 但是因为我今天看了自由时报吓一跳 自由时报说台湾比日本多五天 人家换言是讲五十天 对 还好我对自由时报是比较水火不清 因为我知道他很多新闻是不能相信的 比如说蓝线专案我们熟悉的 说阿扁把钱拿去北印尼前面交给 他做了四个版 对 然后照片 有时候你站在他旁边 他就把这个讨厌的人就把它拿掉 他也可以做假照片 自由时报印象是有这个前科 没错 这个本来范云的在脸书上面是说 台湾的公时比日本多五十天 可是自由时报明明引用的是范云的脸书 他说多五天而已 对 是 所以我觉得当然自由时报意象这个也是不可信 但是蔡英文跟不可信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觉得他就是在某很多场合 他自己因为肚子没有东西 就是人家为什么讲他空心菜 他其实讲很漂亮的话会 可是真的你要讲出具体内容 他讲不出来 他可以到处讲 我支持长照 只要我当选就可以支持 可是在立法院不是这么一回事 上个礼拜你看我们在这边讨论 大家听了都很愤慨 然后现在网路也在讲 为什么蔡英文是反对 那今天 这个长期照顾的事情稍微的提醒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是经过了七年的协商 然后朝野协商在这个会期里头 协商的七次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次 上个礼拜民进党团突然缺席 说我们不协商了 长期照顾法已经到了最后了 最后关头了 我们不协商了 也不想让他过了 等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才能过 那就是蔡英文的政策 就不是马英九的政策 对啊 台湾现在不能有好的政策 不能有好的政策 因为有的话 台湾人民好就是国民党做得好 就是马英九的政绩 这什么逻辑啊 那你看蔡英文现在 他真的是到哪些场合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真的是 心中真的没有货 那看到这些商业团体 马上就开始 呼和人家讲这个 然后到商业团体 就说他不缓商 这个就 可是你看民进党一向对 又表示说自己对工人都支持 他最可恶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现场没有料到 会先被报纸写出来 对 那这家报纸我们也熟悉 他开始是写蔡英文讲价太多 后来觉得不妥 好像针对他 他改二次标题你知道吗 真的啊 改二次标题 就把那个标题把它弄掉 可是因为已经上网了 所以网路上大家就在传说 就立刻疯传了 对不对 立刻疯传 大家讲说这个蔡英文怎么离谱 不过联合报当场是有录音的啊 他们为什么还会害怕呢 没有 他觉得说好像太针对性了 OK 太针对性了 OK 然后我觉得蔡英文 他做这个就非常不诚恳 就跟他讲九二公司那个一样 不诚恳 他告诉很多人说将来 台湾只有一条路就要走未来一中 他说事后我认 他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以后 他是叫党中央出来替他党 党中央党的实在没什么力道 就是说讲了很牵强 后来蔡英文自己道歉是在脸书啊 对 你在公开在记者前面讲 然后今天要道歉自己在脸书 说我也觉得很抱歉 而且那个抱歉是很不诚恳的 所以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给我讲话 大家如果看刚刚那段录影带 那个时间是随你 你要讲多久就给你多久 那种场合 现场真的没有人控制他的时间 没有人控制啊 所以我觉得他都在推脱 推脱到发现说 现在事情不好了 嗨了 现在事情要怎样 就在脸书上稍稍的道歉 那这样的人没有担当 肚子又没有真正的后 可以拿出来推销 你说他嫌疾 我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到牛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你现在就可以看穿他的真面目 我觉得如果没有牛肉是一种 如果万一一天到晚给的都是 假牛肉那个比较可怕 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是 蔡英文她不但说 台湾劳工的价太多 而且她跑到去跟工商企业告国民党的状 说国民党推那个美洲工时四十小时 都是他们在反商 我没有反商 然后平常对劳工洗脑 就是说国民党都跟财团站在一起 只有我们跟劳工站在一起 然后可是他把所有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推脱时间不够 要不然接这个是苹果日报的报道 我觉得如果这个民进党认为 苹果日报的报道不对的话 赶快抗议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民进党的抗议 这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据转述上月底民进党内开会 讨论劳动节应提出哪些政策 那么因为幕僚简报的时候诉求太杂 不够具体蔡英文当场斥责 你们就是这样 我才会被人家说是空心菜 他还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主打的加薪司法为例 认为这样子的政策才会聚焦 所以蔡英文他觉得他自己的政策会不明确 都是幕僚的错 跟他自己都没有关系 可是这加薪司法会聚焦 他们也是反对啊 都反对啊 每桌公司四十小时 他们说是国民党提的 加薪司法 然后他说那都是朱立伦提的 所以一切通通都是别人的错 他蔡英文通通都没错 对 如果他没有当选的话 就是美国的错 跟台湾人民的错 都不是他的错 他这种 他们家太有钱了 然后他平常要假装跟劳工站在一起 很讽刺的事情 五月一号劳动节才刚刚过 对 蔡英文五一劳动节 他讲了什么你们记得吗 他讲了三点 真的哦 他说第一点 五月一号劳动节他讲三点 他说每周公时不得超过四十小时 他公开讲哦 那还说叫放太多 这是一个哦 没有 不得超过四十小时哦 可是呢 国民党的那个美周公时 四十小时的法案 民进党又全力背隔 不让你过 一方面说每周公时不可以超过四十小时 可是国民党对手提出一个妨碍 我不可以让你过 现在是马英九当总统 我让你过之后 这政绩又是你的啊 我宁愿卖台 我宁愿伤害老百姓 我也不能够让你有政绩 这第一个 所以之前他这个很可怕 他会去 如果他在立法院组党 然后就会跟这个劳工们讲说 就是国民党 不让你们美周公时只有四十小时 然后跑去工商企业去邀工说 是我们阻挡的 所以这个案子才没有过 好可怕哦 然后去跟老百姓讲说 国民党分配不正义 所以我们要支持太阳花 然后又跑去跟工商团体说 只有靠我们 我们不会反商的 我们绝对不反商 第一个事情是说 他说美周公时不能超过四十小时 可是他反对 国民党提出了削减公时的法案 然后昨天为什么他会讲 那一天他为什么会讲说 老实说 我也觉得家房在做 因为他以为媒体都走了 所以他真的是讲真心话 他那个老实说 我们大家都听出来 老实说 我们自己人 是这种语气 他是在跟那些企业界在谱话 在交心了 企业界也会觉得他是自己人 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 知道蔡英文他也很会做生意 不要忘了宇昌案 他跟姻也良的关系多么 他可不是跟劳工站在一起 好 第二段是什么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误以为现场媒体走了 因为一般电视台不都是砍着 那个大的那个摄影机吗 是 可是网络媒体就是成本要比较渐低 所以他们其实就只有那种像那种 像那个手机一样的那种小台 其实一台手机就可以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以为说 他以为说记者都走了 他放下心了 然后我们来大家来交心吧 可是那家媒体不是故意的 他到哪里都是这样子摄影的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他绝对不是失言 刚才苹果日报其实是在帮他cover 他不是失言 他是真的觉得说 现在记者走了 那个照相机走了 什么都走了 我们可以来讲真心话 好可怕 但他没有想到有人拍下来 那第二点他还 劳动节还讲什么 他说我要推动最低工资法 那刚刚大家都讲过了 他当过行政员副院长的时候 没有调过一次 只调过一次 那是陈水扁后来调的张俊雄时代 要下台前的 是 可是马英九调了五次 他有没有讲过一句 有没有赞赏过一句 有没有称赞过一句 有没有支持过一句 没有 他都骂啊 第三个他还说 我要推出派遣专法 要限制派遣滥用的问题 这是他才两个礼拜前 不到两个礼拜前讲的话 派遣专法不就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努力在推的成绩在弄的吗 那他还讲 台湾劳工薪水很低 工时很长 我们无法忍受 然后今天 这个就是台面话 讲给劳工 讲给大家听的 骗票话 等到照相机走了 你们这些讨厌的摄影大哥走了以后 我们的说是在外 我们老是说 我也觉得放假放太多了 其实台湾现在 之前我请问一下 公务员放假是周休二日 可是劳工有很多是不适用的 是没有的 他当了一辈子快乐的公务员 有零十八% 所以他觉得价粉多 没有 可是志显我请问一下 到底是他跟劳工在说 我们工时太长是讲真的 还是去跟那些中小企业组讲说 老实说劳工的价太多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那个才是真的 他觉得价太多才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媒体 他觉得没有媒体 然后那个时候他讲老实说 所以他那个心情是说 哎呀 那个老实说 就像他讲未来一中 未来一中怎么 最近不是在讲说 那个 那个五九九二公事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 他说 路 两千年 大家看 工商时报两千年 八月四号 有一则报导说 陆委会主委表示 台湾无法逃避一个中国的问题 从文化地理来说 未来的一个中国 是台湾民众唯一的选择 是 那立刻 民进党 郑云彭怎么讲 他叫郑云彭出来说 否认说 没有这回事 那是媒体错误报导 没有这回事 他正式否认 结果呢 我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报纸 两千年八月三号联合晚报 两千年八月四号 八月四号联合报 这表示这个事情发生在八月三号 其实都不用这些 因为陆委会在两千年的时候的公报 新闻搞 他们自己在蔡英文当主委 的时候公报挑的内容 就讲未来一中的 那都是中国人内造的 对 当然我们看到 可是民进党正式否认 是 他正式否认说没有这句话 连这个他都说反 因为看到五月八号蔡英文那样讲 第一个地点在彰化 对 那张平工业区是当初 他们要力推国光石化的地方 对 你当初执政推国光石化 你把国光石化废了 今天再回过头来 跟那些工业区的这些厂商们 在拨暖 说价放太多 看了真恶心 第二个这件事情会让我真的感觉到 国民党都是蠢 我们回想过去二十年 其实跟所有九百多万的劳工朋友 权益最相关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全民健保 第二个国民年金 第三个周休二日 第四个基本工资的提高 我老实际上每一件都是国民党在做 做了半天之后被他贴上一个跟有钱人站在一起 跟大企业站在一起都没有跟劳工站在一起 可是你今天蔡英文我只是去检视说你到底为劳工做过什么 可以让你跟民进党讲话这么大声好像所有劳工的权益都是你做的 明明就不是嘛 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钱也好价也好 你蔡英文没有做过一件 严格讲起来民进党都没有做 民进党甚至于那次的基本工资的调高是即将败选的时候 才开始做一次性的加薪 之后其实国民党几乎成为制度 每一两年就加一次 每一两年就加一次 至少七年调高五次 可是民进党的反反复复 其实最让人觉得担心 你看到说他是否恢复征兵制这件事情 他先是派了萧美琴出来拿中研院的民调说 大家都支持恢复征兵制 然后等到这个一片的反弹之后 蔡英文再来出来说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然后同样的跟张兵工业区的厂商座谈的时候 那么厂商说反应缩短工时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讲说我也觉得价太多了 然后等到网路反弹了之后 再来讲说对不起 我当时都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 这个反反复复比较可怕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 所以我们就讲 民进党在这边讲说 他要誓言捍卫劳工 五月一号跟五月八号只差七天而已 七天前他才说要誓言捍卫劳工权益 这名都是骗我们的 都是屁话一堆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价太多 那不如我们先考虑废除二二八吧 你看连二二八家属都说 当天不需要放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只知道放假 对 大家只知道放假 不记得这天是什么日子 所以连二二八移族家属都说 不要放假 所以如果蔡英文蔡主席 认为说价太多 那请你上任之后 先从二二八不要放假开始吧 不过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松烟文创的这个事情呢 现在看起来有了一个结果了耶 陈品把这个商场跟旅馆 买下来了之后呢 富邦也说OK OK OK 然后陈品也说很棒很棒很棒 然后柯文哲说很赞很赞很赞 但对不起 当初在说松烟文创是假文创 可是现在看起来 陈品买回了商场跟旅馆之后 高价的旅馆还是很高价 然后那个整个的文创的那个展区 还是很高昂的这个奢华区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它依旧是假文创的问题 难道会因为一年多六百万 就改变了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刚结束的这个周末 我特别去松烟 特别去陈品 去吃饭 那当然我不是没有去过了 但是这次去的感觉特别的深刻 因为我真的觉得 它不是一个太亲民的地方 就一个就是说 市政府BOT的案子来讲 这个地方的价位质感 我不能说不好 但是那个所呈现出来价位 不管真文创假文创 跟民众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不过看到松烟 今天当台北市政府 以一种就是说 我们终于终于解决了一个案子 原来是这样子的解决法 你如果看了那个细节的内容 除了里面真的有许多的图例 有许多很可能是违法 甚至于大大的改变 你对BOT的基本的认识的做法之外 最重要是你完全懂得 柯文哲讲的就是说 拿刀叉吃人肉是什么感觉 你完全会懂得什么叫做 人为刀主我为鱼肉 我们把现场交给婉君歇金 这个周末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富邦的蔡明宗 以及陈品的大股东 童子贤见面之后 陈品跟富邦的这一个台北文创 出现了重大转折 现在看到这整个案子 要落幕是将会由陈品 他买下了商场跟旅馆 那么这个案子就可能可以解套了 对于富邦来说 他可以切割成品 因此他可以解除了社会争议的 这一个包袱 而对于陈品来说 他买下了商场跟旅馆 可是坐有了超过四十年的权利 然后可以好好的好整以霞的 经营商场跟旅馆 而他要付的权利金一年只有六百万 那么这件事情呢 到底网友如何的来看待 哇 柯P一出手呢 就解决了松烟文创的问题 高达百分之五十三的网民说 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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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共创三赢 哪三赢呢 那就是柯文泽赢了 那么富邦赢了 陈品赢了 但是市民赢了什么呢 好 所以就有百分之十九的网民呢 就开始说柯粉你们该崩溃了吧 因为其实台北市民没有获得什么啊 另外有百分之十六的网民就提供说 假文创的问题 难道付了六百万就不存在了吗 也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说 那当初到底是在骂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呢 就好好地来检讨一下 松烟文创的案子 经过了陈品买下了商场跟旅馆 问题难道真的解决了吗 你刚刚看到了 网络的网友们的那种的声量反应 我要肯定我们的网友 你们比许多的媒体的脑袋清楚多了 我要请教邱一 那是个BOT的案子 我第一次发现说 原来BOT可以在执行没有多久了之后 还可以分割 不用重新招标 私相授授 连官方都参与 然后原来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就不见了 可以这样 我在教财务管理了 如果说佟子贤的那个建议是对的 柯P真的是挥了三刀 于是把送业问题解决了 那我财务管理就不要交了 就作废了 我请问大家 BOT是五十年 当时BOT签约是台北市政府跟台北文创 台北文创就富邦 请问陈品在哪里 陈品只不过是台北文创富邦 再把它租给陈品 陈品是二房东 然后陈品再租出去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请问你 这个BOT的约是五十年 你现在可以由富邦跟陈品谈好了 我就把旅馆跟商场我就切割 然后我就卖给你陈品吗 可以这样子吗 这符合BOT的法律跟BOT的精神吗 好 那财政局长苏建荣说 你可以采取真资啊 然后再由陈品来认股啊 那我请问你 你即使真资认股 你也是在台北文创啊 你可以 可以在旅馆跟商店 也就是从地下一楼到三楼的这一部分 然后就给陈品吗 这个叫BOT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荒唐的BOT 好 柯P很高兴 说他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都他自己人嘛 柯P 蔡明忠 陈品 虽然这是佟子前 他是代表陈品的吴清友 对不对 对 不都是阿扁的人吗 不都是同样的人吗 所以密会也是常态啊 你去批评马英九 说跟赵滕雄说是密会 那我请问你 你柯P跟蔡明忠会 柯P跟蔡明忠同志贤会 叫做什么会啊 就是密会 就是黑箱作业 而且还是单独一对一 是 还有一对二 那我请问你 可以这样子做吗 你这样子要不要移送啊 以你的标准啊 要不要移送检调调查 你柯P也不在里面作弊 难道你柯P一句话说 我是好人加好人 就在做好事 好人坏人是由你柯P定义的 你那么伟大 你是皇帝啊 好人坏人都有你来译 句话说定吗 之前我不懂 其实上礼拜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市议员 在痛批陈品的时候 说富邦呢 租给你一瓶一千块钱 就你租给人家一万块钱 你转手之间呢 这中间的暴力是十倍 然后呢就痛批说那个 那个陈品的那个旅馆呢 一天晚上一万五千块钱 然后富邦也很生气 说我叫他们降价啊 降到一天六千块钱啊 六千块也很贵啦 他就不肯降啊 说这个是个高昂贵的这个旅馆 根本就不亲民 好 这两个非常昂贵 社会观感不佳的这件事情 现在陈品说我买回来 我照样一天晚上一万五千块钱 我也照样呢 一个一瓶的租一万块钱 而且呢 我反正一年付给台北市政府六百万元 你们就通通给我闭嘴 然后我觉得现在柯文哲呢 这样子非常得意的说 他一个月一年多拿了六百万 可是我说真格的 他拿到的这个六百万呢 就算未来四 就成品就保障四十四年的营运权 对 那总共是两亿六千四百万 其实去年底松烟刚刚开幕没多久 因为营运状况比二零零八年 签约的时候好 当时郝龙斌呢 就跟台北文创多要了六亿零七百万 三倍 当初没有敲锣打鼓 拿了六亿 现在呢 这个整个的敲锣打鼓的结果 一年才多六百万 更重要的是私相授受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其实有关BOT 我们只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老百姓得到什么 对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案子不满 那你应该是说 你帮老百姓争取到什么 是 但是很遗憾 当你看了这个三营的格局了之后 你当然知道第一个蔡明忠 他烫手三云的丢了 对 第二个呢 对于成品来讲 对佟子贤来讲 他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 以后完全他自己解释 四十四年的营运保障 一年只付六百万 六百万 对啊 你说那他接下去 他的饭店也要付 他现在饭店住房率两成多 他说五成以上呢 才开始了缴交全力金 可是大家不晓得 台北市的旅馆 平均住房率是八成 但是因为他很贵啦 但是到过来讲 就是因为你太贵 所以你的住房率那么低啊 倒过来讲 刚刚奉行讲的那个数字 非常的重要 我还是讲就是说 国民党真是笨 包括郝龙斌 就这些呢 其实如果没有我们特别的提醒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郝龙斌也不过 二零一四年 去年选前的时候呢 把这个松烟找来 讲一讲了之后呢 好 六亿多就进来了 三倍的钱 我还需要等你四十四年 慢慢收吗 六百万能干什么 六百万我老实讲 连你呢 这个我们讲的悠游卡 要付给那个代季权的薪水 都不够 刚好一年 就是六百万刚好付给代季权 是啊 你到底帮我们省什么呢 小董 董哥 对啊 而且但是他意向擅长这样去操作 敲锣打鼓 然后你知道柯文哲 所谓的这五大案 他从前面开始假装去恐吓这些财团 就是无非希望财团吐出一点 然后要糟告天下 说你看 好龙斌 独立了财团 财团被我强迫从口中 杜回了多少钱给台北市民 他其实是一直在玩这套把戏 那这套把戏其实财团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说柯文哲他现在用这种敲锣打鼓 其实你只要把很多东西拿来做对照 那大家就很清楚了 就好像这两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高雄鸡蛋跟台北鸡蛋的对照 而且你用对照很多东西就很清楚了 太好玩了 那对照很多东西你就太难看了 你如果看上个礼拜 多少民进党台北市员捍卫柯文哲的 痛骂成品是什么财团 你看高嘉怡我的好朋友 对不对 讲得头头是道 现在人家已经瞧好了 你们怎么办 是啊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在透辟之干 对不对 对应该要问一下这些民进党的事员 是啊 是你们在痛批成品的呀 痛批的很难看 拿出多少资料 然后你在看他前面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柯文哲前面不是讲说人家脑袋装什么吗 因为他用路边的监视器去抓那个停车违规吗 后来现在已经改型了 不做了 那时候网友 大家都很崇拜网友 那时候五十几的网友挺他 我要挺柯文哲 表示他们脑袋装的不是叉叉叉嘛 对不对 现在柯文哲不做了 那你们 你们这些网友不是变成脑袋装这个的 不敢批 我讲台湾的示威就是要用对照你知道吗 是 那柯文哲 他开始一直玩 玩到最后 他的所有黑箱完全被人家看清楚了 你刚刚看 这三个人谈是黑箱 找佟子贤他们谈是黑箱 找蔡萍中谈是黑箱 前面 三创他还找郭索正也谈 是 你也没公开啊 都没有公开啊 事后出来讲 廉政会开了一个多大的了不起的什么 廉政会有对记者公开吗 也没有啊 小董 他连囤防税到现在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建的 怎么建的 对 他的劫策过程完全不知道 是 甚至最小的 万华的综艺国小要废校 他们都发题在开会 家长说我们想进去听 也不给人家听 后来记者实在气不够就问柯文哲说 你不是 公开透明吗 说 你不是透明政府全民参议吗 对 柯文哲说 透明也不要给我无限上纲啊 你要废人家 人家的爸爸不能去听一下你们到底要怎么废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太阳发 大家喜欢把黑箱 这两个字把它放在嘴巴上 可是碰到柯文哲 这些人完全没有声音啦 你可以看到台湾社会 这些所谓的网友啦 或者这些挺科的这些柯文 你看他们都没有不公平 你在看前几天有一个建筑师 他是很挺科的 阎智大学 阎智大学建职系主任 他也是个小说家阎智夜 然后他只批一个柯文哲说 柯文哲已经傲慢到让我们害怕 他也被铺天干地网友追杀 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 选前用网路栽赃了多少人 霸凌多少人 他是台湾网路霸凌 最大的货益者 是 不过 然后显后又用网路继续在自国 自台北市 这个比较可怕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说 你看到他见郭守正谈三创 或者是见蔡明忠 见童子贤 然后去谈松渊文唱 他都是见当事者 利益者 然后去谈他们的利益分配 你不觉得这个政府直接跟业者 然后谈他们的利益分配 这件事情而且是黑箱谈 没有公开 很可怕吗 民政 我刚刚就在想 到底三赢 那其中人民到底赢了什么 结果原来我们只赢了六百万 那这六百万我刚刚看了一下 刚好付代季 付代季权的薪水 我发现连订报纸都不够 因为报纸要一千万 对 我本来想说大家有没有可能说 柯文哲要个五亿十亿 然后大家就免费可以骑Ubike 结果也没有 那我刚刚在想说 如果说成品营运这么差 这个饭店为什么不收回来做社会住宅呢 那以后市政府就可以打一个广告说 给青年一边做文创还有家可以住 饭店式的管理一卡皮箱立即入住 不是很好吗 否则五万户社会住宅 到底去哪里是什么 有道理 有道理 五万户住宅到现在还生不出来 先从这边收个几户也是有赚嘛 我不懂为什么 柯文哲到底帮人民争取了什么 不过上礼拜 柯文哲的联政委员会 建议要移送大巨蛋的这个案子 移送马英九 可是建议了这几天下来 柯文哲都支支吾吾的说 让我再考虑 因为他们的法治局长说 都合法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其实做网络酸辣汤我们都皮都痒 再来我们其实都很敢犯众 因为我们只希望就是说 任何的道理都能够回到正义 跟正确的基础上面去讨论 因此所有的政策 我们用比较的方式 让大家看清楚真相 大巨蛋当柯文哲 当台北市政府用廉政会的名义 说要移送的时候 清算前朝我完全之支持 如果你认为该移送 你就移送吧 但是我们把里面的内容 拿出来看了之后 我还是提醒柯文哲 请你把今天的网络酸辣汤 看清楚了之后 你再决定你的移送 会不会丢了你的脸 我们交给婉姬清清 台北市的廉政委员会 要建议台北市政府移送马英九 那么以他在马市长的时候 所办的大巨蛋案 有图例之嫌 要移送法务部 到底这个移送案 网友们是如何来看待的 有43%的人 认为马英九要布上 陈水扁的后程 颇有看好戏的味道在 也有14%的人 认为马英九 具有实质影响力 其实这是引用 陈水扁案当中的实质影响力 而涉及到贪污自罪条例的 一些相关法则 不过也有33%的民众 认为这明明就是用黑机关 在搞政治斗争 搞政治迫害 也有人拿高雄巨蛋 来比例说 那么他的权力金也是零 那如果大巨蛋 以他台北大巨蛋 权力金是零要移送的话 那高雄巨蛋的案子 又该如何的来看待呢 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看看 高雄巨蛋跟台北巨蛋 来做一个比较 更重要的是 台北市政府的法治局长说 这些事情合法 那请问一下台北市政府 要怎么移送呢 难怪柯文泽 经过了三天的参考 今天的答案人就是 再让我想一想吧 其实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网友 热烈的期待 猜蛋的那一天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当决定要 要移送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 他就是个烟幕弹 就是告诉你说 猜蛋不用等了啦 他只想混过去而已 求已混得过去吗 当然混不过去吧 而且现在大家 开始在比较了 因为他想要用 徒利罪徒利远雄 去移送 马英九跟李树德 可是徒利罪 只能用在结果犯 也就是巨蛋已经盖成了 而不能用在未碎饭 就是说还在盖的过程里面 那什么蛋已经盖成了 我告诉大家 有个蛋已经盖成了 而且营运了 那个蛋叫高雄巨蛋 那没有去告 没有去告啊 我去告发过 但是没有人理过我啊 到现在为止 高雄地检署没有处理啊 我稍微比较一下好了 台北巨蛋政府没有出钱 不用出钱 对高雄巨蛋政府出了15亿 台北虽然没有权利金 但是有千分之二的回馈计划 取代了权利金 高雄市没有权利金 也没有回馈计划 也没有回馈金 还要拿15亿 一块钱都没有啊 都没有 可是现在高雄巨蛋 不是那附近百货公司 听说一年的营收 是啊 95亿耶 对 而且还当时变更设计哦 因为原来现在的百货公司 的那个地点 原来是体育场哦 现在变更成百货公司哦 百货公司是谁的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百货公司是 汉神百货 汉神百货是侯熙峰的 大家知道 不再讲 柯碧不是讲吗 台北巨蛋 马英九徒利远雄 他是未遂哦 还不知道哦 但是高雄巨蛋 百分之一百徒利了 而且谢长廷当时是高雄市长 有没有到汉莱饭店的顶楼 跟侯熙峰密会过 另外还有一个 汉微巨蛋的 也是老板之一啊 中刚的董事长林文渊啊 一个是侯熙峰 国阳建设 票票 背信 詐欺 有犯刑法的 你今天涂利 侯熙峰 你涂利跟匾案有关的 涉入匾案 贪污洗钱的林文渊 你为什么不移送呢 而且高雄巨蛋已经完工 已经营运 他是结果犯 明明白白 你为什么不移送呢 你为什么不建议 高雄市廉政会 要去移送 谢长廷跟当时的公务局长林清隆 林清隆就是现在台北市的副市长 天啊 其实这个高雄巨蛋跟台北巨蛋 做一个比较 你就会发现说 都没有全力金啊 然后台北巨蛋 好歹有个回馈计划 其实我必须说 盖巨蛋都不是赚钱的 都要靠旁边的商场才会赚钱 可是呢 最重要的是 其实台北市 不管是阵风或者是法制单位 都调查过了 其实查得很久了 而且也移送检调 也都已经查过了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是台北市法务局长杨芳林 就是这个姚立明的太太 她说目前美核市跟大巨蛋案 北市府与业者有法律诉讼 三创跟松山文创 无法律诉讼 警协商要对对方弥补原合约 改善不合理合约的关系 但四大弊案都合法 只是不合理 这跟柯文哲讲话一模一样 就都合法只是不合理 如果都合法的话 请问一下移送什么呢 就最好就移送她自己了 因为整个联委会就是 真的就是不要联 我很难过讲这个话 第一个她是个黑机关 然后现在人家都骂她是黑机关 她说不不不 我们属于政风下面 我们属于政风 那属于政风 那我听不懂这个逻辑 她属于政风 可是政风处不是查过大巨蛋的案子 说没事了吗 对啊 然后第二个 她利益冲突 郑文龙是陈水扁的贪污案的律师 是 然后袁秀慧是谢长廷的徒弟 而且是跟她合伙律师楼 洪志坤大家都很熟都是老朋友了 都是陈菊的爱将 后来帮柯文哲打选战 现在是市府顾问 我讲到移送这件事情 洪志坤当初不就被移送吗 对 然后 然后呢 你讲洪志坤是陈菊爱将要补充一下 其实他是后来被陈菊又赶出去了 是爱将 因为他跟商人的关系太曖昧了 而且他因为有三个单位的豪宅 然后陈菊把他移送到检调 高雄检调调查 他一直无法说明 买豪宅的钱的来源 所以被赶出市政府 后来他就流浪到台北 就被柯文哲拿来用 然后这三个人都是跟陈菊 跟国民党跟马英九 在政治利益上面是有对立的 你在用这三个人来查 你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吗 再来他怕弄到诬告罪 所以他把这个报告弄去给法务部 因为是公务机关 照理讲 这三个人太了不起 你查到马英九的弊案 赶快三个人应该前脚堆后脚 跑到地检署去按铃声告啊 我来求你不敢 你应该立刻拿了你这个报告书 调查报告去按铃声告 你马上就是台湾得一用 你为什么不敢 因为你会诬告 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 难怪说叫做移送法务部 因为移送法务部 就没有诬告罪的问题 因为他是公务机关 如果他拿着这些证据 你说证据确凿了嘛 然后你就直接送到法院去 按铃声告的话 没过就是诬告罪了 如果你拿去 马英九跟李素德跟远雄 立刻可以跳出来反告你诬告 所以他移送法务部 其实是心虚啊 因为他非常清楚 因为里面有两个律师 我跟你讲 因为我这两天 这整个周末都泡汤 都在研读这一本调查报 里面每一个八大缺失 每一个缺失 都是谎话 真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完全认同软心悦的讲法 现在台北市政府的操作方式 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 我请教智贤 当然连廉政委员会的报告 竟然都还是从媒体人的脸书 率先发布 不可理解 你那份是在马路上剪的吗 我如果跟扣扣姐要 他可能不会给我 我是在网路上 后来等到很晚了 市政府他才真正在网路上面发布 但是他所有列出来的所谓的证据 全部都没有 所以现在很可怕 他号称开放透明 他所谓的所有的证据 像他讲说李树德的录音带 有没有人手上有李树德的录音带 没有 只有廉政委员 他们自己可以听到 你不知道那怎么来的 然后他里面的证据都是一趟 所以至少你那个录音带 应该是全部公布啊 没有 只有公布 一小段 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一小段 有没有被变造过 过去 小字幕提供 记者 李树德的录音带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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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